苗栗有圆景深夜在巡逻 就赫然发现路边骑楼居然有头大水牛 立刻下车来查看 当时圆景发现了这头水牛身上有僵神断裂 研判这应该是附近居民所饲养的 也因此当时就挨家挨户寻找水牛四主 事后好不容易联系上正在睡梦当中的无姓四主 才终于把自家水牛带回去 牛啊 怎么会有牛 圆景开着巡逻车经过巷子 没想到竟看到有只牛 站在废弃民宅的骑楼下 起初圆景还怀疑是自己眼花看错了 直到把手电筒打开才发现真的是头大水牛 会不会冲撞人啊 就怕水牛突然冲出道路 或来往车辆没注意不声撞上 巡逻圆景赶紧下车 回去 牛 牛 外出巡逻竟遇上大水牛 圆景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甚至一度还想和水牛对话 但他根本听不懂 还直接在大马路上 随地便逆 让警方超傻眼 没绳子 水牛身上将绳断开 研盘应该是附近居民所饲养 远景大半夜里挨家挨户 寻找巿主 不要嘴子要照出来 你的牛啊 七十四岁的无姓巿主 睡梦中被通知自家水牛脱逃 赶紧骑车赶赴现场 见到水牛一脸呆萌地站在路边 立刻将他带回原本的饲养区域 警方以现场警戒进行交通疏导 并访查附近民众 立即联络私主 前来将牛脂带回保管 四主表示 可能是因为江省老旧断裂 水牛才会脱逃到500公尺外的废弃民宅 幸好警方及时发现 才没酿成意外 不过四主因为疏于管理 让水牛在道路上奔走 妨碍交通 警方也可以到交管理条例 处600到800元 不等的罚还 记得彭光许苗栗采访报导